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各位觀眾平安 歡迎收看TVBS新聞大白話 我是今天主持人王淺秋 那麼在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局裡頭 目前烏克蘭已經天亮了 不過現在還沒有等到戰局 真的可以有明亮的一天 先來看看最新的報導 按了一聲喇叭 事已借過 救護車開進烏克蘭首都基辅住宅區 要來搶救受困民眾 被俄羅斯軍火無情的攻擊 本該是溫暖的家園 瞬間變成廢墟 門窗玻璃早已被震破 磚瓦散落四處 烏克蘭處境仍然危險 當地時間二十五號再度發布防空警報 要求市民立刻避難 從高處往下看 街頭幾乎沒有人車 基辅弥漫著緊張氛圍 不時看見士兵們聚集行動 全副武裝 還抬著一箱箱裝備小跑步 在基辅的另一頭 烏克蘭軍隊正在清理受損的軍車 擋方玻璃破碎 還有好幾個彈孔射船玻璃 彷彷彿是電影畫面 鏡頭轉到烏克蘭南方的赫爾松 CNN記者前進當地最重要的橋樑 也就是克里米亞通往烏克蘭本土的要道 烏克蘭總統表示 赫爾松在二十四號發生激烈的交火 二軍猛烈攻擊 不過烏克蘭軍隊守護家園 奪回赫爾松的掌控權 讓CNN記者最訝異的是 當地居民已經回到赫爾松 不是想回家避難 而是團結起來 尋找需要協助的民眾 一起對抗外敵 讓人看見戰爭之下的凝聚力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戰爭的殘酷赤裸裸的呈現在世人面前 而烏克蘭等待的黎明現在還沒有到 因為等了一夜 目前撐了這一夜 還有多久可以撐得下去呢 第一個先來介紹 這集加入我們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前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的郭正亮委員 梁哥 以及我們的台北市議員胡漢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大家在看這場戰局的時候 其實也都揪著心在看 基輔淪陷是不是倒數計時 從昨天開進去的時候 這一夜艱困的戰局 不停地在向戰跟轟炸當中 目前基輔淪陷是倒數計時嗎 俄軍佔領了安東諾夫機場 已經佔領了一部分的機場 那麼散兵降落 其實過程當中也有非常嚴峻的對抗 當時裝甲部隊進駐到基輔裡頭 這畫面都在社群上 全球都在看 那麼散兵著陸基輔之後 俄軍甚至連發消息已經完成了封鎖 號稱已經癱瘓了烏克蘭 兩百一十一個軍事設備 目前以俄國軍邊境駐軍十九萬人 往這裡來開的情況之下 是以大概是十點鐘到七點鐘的位置 循環的進入攻擊 在多面夾擊之下 讓大家均力以目前基輔相關的手臂 往這裡來集中 這些地方的防守 反而沒有辦法顧及了 以至於這個防不勝防的情況之下 趁虛而入基輔 直取基輔的時候 想要做斬首行動 目前就是在這裡危急的情況 不知道可以撐下去多久 所以二軍車程 來到的車諾比這個核電廠 也是全球關注 為什麼現在一直不斷的消息 傳出來說 這個附近的核輻射成分 越來越高 那麼一度所有工作人員 沒有辦法繼續維護 那終於雙方經過外電的報導說 已經達成了協議 讓這個車諾比 可以有相關的維護 為什麼 因為現在 如果發生核災的話 不得了 現在正在吹東風 往西邊吹這些歐洲國家 也嚇壞了 所以這個核電廠 能夠維持在戰事裡的安全 也是全球關注的話題 所以烏克蘭危機 美國官員說 二軍氣勢略為下降 但目前只是出動 三分之一部隊而已 還有三分之二 還沒有梭哈出鏡 所以當烏軍的反擊戰 發給民眾一點五把 一點八萬機槍 叫民眾一起拿槍上戰場 或者是燃燒彈 甚至叫民眾自製汽油彈 或者是有民眾自己跑到 戰車前面去擋著 人肉擋裝甲車 但是烏軍呢 二軍呢 他雖然烏軍在這個孤軍奮戰 二軍的五種戰術的壓制 包括了精準的導彈武器開路 包括了這個搶奪關鍵節點 或者是還入空的大聯合眾生穿插 所以在這所有的穿插跟滲透裡頭 兩面手法 包括了普丁 也不停地說 我可以談 我願意跟你談判 當然也許也是幫這個澤文斯基 多爭取了一點點談判的時間 所以昨天晚上的工程 還稍微有一點點和緩的趨勢 認為好像可以談 但待會兒又不能談了 在這個要談要和的情況下 也讓這個澤文斯基有一些新的戲劇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的是 玉方哥一起到我們前面來 跟我們一起分析 目前俄物最新狀況 從北 東 南 這三面的夾擊裡頭 包括了基輔公寓被炸毀 集中幼稚園 防空洞 目前最新基輔 很多軍事專家說 二十四小時內恐怕就要被拿下來了 您怎麼看 剛剛因為最近大家一直在講 車諾比 很多人在講車諾比 還有人講說 因為他三個核電廠 那個發電廠不能發 另外一座可以發 不是這樣子 他要拿車諾比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這是一條河 他的目標是基輔 他沿著這邊下來 他一定要經過車諾比 控制他往下走 所以這是開一條很方便 很快速的道路一樣 要進到基輔來 車諾比跟核子電廠 那個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就是要拿下這個地方 要往下走 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實他東部 這個烏東這個地方 他早就經營很久了 他雖然控制的其實是 敦利茨克還有盧甘斯克 其實他沒有控制全部的地方 當時那些所謂的判軍 後來宣佈獨立 他們他控制了 各自控制了三分之一 那個省的土地 敦利茨克這個是 他那個省也是叫做敦利茨克 盧甘斯克 那個省也叫盧甘斯克 他控制的叛軍主要是這個城市 跟周圍大概 加起來是那兩個省 各三分之一的這樣一個土地 這裡他經營非常久 因為俄軍都在這個地方 他跟他接狼 這個地方北部跟 白俄羅斯接狼的地方 他也控制很久 所以他這邊一定要進來 這邊一定要進來 這裡是不是也有艦隊 那奧德薩這個奧德薩是第三大城 他哪下奧德薩有很多的俄國人 本來就是純粹惡衣的這些人員 以種族來說 百分之二十九 然後這裡面大多數人 就像基輔一樣 多數人講的其實是俄語 所以他要攻這裡 他都有很多的考慮 包括族群背景的很多考慮 而且據說他海上 馬上把你切斷嗎 沒錯 他也擔心 因為在這個地方 美國有一艘航空武器在這裡 他會動的 他也不曉得會不會進來 這裡把你切斷 在東部切斷 北部切斷 這個地方他大概要進行封鎖 現在說軍隊往這裡動 因為他這裡一定要動 因為這是一個口 波蘭這些跟他接狼 在這個地方 那以這個站如果拖下去 武器那些彈藥 都有從這邊進去 因為美國 頭腿今天才要送去 從這裡吧 對 美國有很多的軍隊 在這個波蘭這一帶 在這個邊境 駐紮 是 然後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汀也講了 說要在比較遙遠的地方 來訓練烏克蘭的軍隊 那去年他就已經給他六億多 六億多美金的武器了 那這次就跟這個PENTAGON 跟那個五角大廈的民意 要再多要個這個經費 要當然就是買武器要補充 所以對於俄國來講 這個戰爭已經要打得快 不打得快的話 你拖下去日久生變 整個烏克蘭多大 六十萬三千平方公里 你要全境去佔領他 很難 但是有些地方你如果沒有佔領他 那那個兩口就發展成 跟你對抗俄國作戰的那個基地 慢慢那邊打輸擊戰 城市戰慢慢就蔓延出來 如果失去控制 所以他目標其實是擊斧 斬首行動在這裡 對 他把你打下來了以後 逼迫你做政治的協商 所以目前的和談 對俄國來講 是邊打邊談 邊談邊打 但是他的目標就是用最快的速度 把擊斧拿下來 象徵著烏克蘭已經被我躲下來了 那這個地方他一定要進來 這個地方不進來 北約的整個力量援助 可能就從這邊進去了 那當然 現在目前也說他不放棄 他要堅守在這裡 雖然美國叫他說你可以逃 我們可以協助你撤離 到目前來講 嚴格說 研究戰爭的人很不願意做件事 但是不得不做 就屬屍體 屬屍體跟受傷的人數 目前看起來人數其實沒有很多 代表這個戰爭沒有非常的 就是說抵抗的那一方 沒有太成功 你看到目前為止 美國用了這麼多的標槍飛彈 給你打坦克了 也送了這麼多吃針飛彈 給你打飛機了 成效不大 有看了一個說打掉了俄國一艘 一輛戰車用什麼打了 用瑞典的珍寶公司 跟英國一家公司合作生產了 一個打坦克的一個飛彈 但是他射程很短 20公尺到600公尺而已 所以給你這麼多的標槍飛彈 到哪裡去了 吃針飛彈你為什麼沒有拿來用 因為現在怎麼空中 都被俄國人給你控制 給你 美國是想得很周到的 坦克一定會進來 飛機也會瘋炸 所以給你很簡單 一個人兩個人就可以操作 吃針 打你的飛機 打你的坦克 可是到目前來看 成效並不大 史上的人數非常有限 他速度進去其實還滿快 當然現在問題在這裡 有可能美國的顧問會告訴他們 美國說顧問撤走了 說撤光 你相信會全部撤光嗎 我相信多少留一些 打城市戰 打巷戰 把那個標槍飛彈拿到這裡來用 如果他有飛機的話 直升機的話 你就用赤子來打他 或低空的戰鬥機 所以現在要看未來這兩三天 現在俄國已經正式已經進去了 進去了要看那個抵抗 如果你抵抗非常猛烈 死傷很嚴重 俄國的死傷很嚴重的話 這個戰爭就會拉下來 就會緩慢下來 那這樣俄國內部的抗議的力量 就會變大 這個就是拜登要小心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一件事 你的軍隊在哪裡 他人數也不知道十九萬人多 你主要目標是要守擊斧 看起來 因為別人這樣打起來都不激烈 難道都是急著其他地方去防禦 所以來不及趕回來嗎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軍力是什麼 是臨時是你那支槍上戰場的 比較像是民兵 總統說來 我一個人給你一把槍 大家來守 他沒有預料到這裡需要防衛嗎 需要部署兵力嗎 所以我說烏克蘭不是只有一般人 包括他們的領袖 大家都在想說 這個普丁要的就是魯內斯克 魯內斯克這兩個 魯內斯克這兩個神 大概其他人他不會想要 沒有想到說他要的是全部 所以他就沒有準備了 那你想看一般的百姓 你哪一把槍上去 軍人 訓練嚴格的軍人 跟臨時上航的軍人 這差很多了 當然 當然 對不對 我們不能講說半吊子 因為他們很勇敢 那麼勇敢的戰勝 我們都要讚美他們 可是請問你 你有受到足夠的訓練嗎 你會用標槍飛彈嗎 你會用刺針飛彈嗎 那不是你一上來 一兩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講解 你就會用的 所以就是要看 一般來講襄戰都會比較猛烈 那你在這個 因為這是三百萬的城市 八百三十平方公里 所以算是滿大的一個面積 那高樓大廈也很多 如果這個戰爭要拖下去 要打很久的話 就像史達林格勒 那個戰爭要打這麼久的話 當然二軍就只有退卻了 是 謝謝委員 請您先回座 亮哥怎麼看 目前當然美國不斷的喊出 我會追加預算 繼續給你錢 想盡辦法 但是烏克蘭就說 我們現在是沒有朋友的 沒有人跟我們站在一起 而這個戰士撐了一夜 繼續還要在基輔往下撐 那麼當然人民的喪失 還是不斷的發生 大家還擔心說 美國軍事專家說 擔心他會用炸彈之腹等等 繼續造成更多人民的傷害 可是他們也承認 現在普丁的所有的決策跟判斷 已經超出了過去他們能做的 軍事策略的判斷跟想像 他已經是另外一套決策 超乎美國的所有可能性 這個俄羅斯衛星報 現在傳出了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俄羅斯這次並不是準備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頓內資格那個地方 那個官員 他昨天提出一個報告 說他們被殺了五千零五十九人 現在才傳出來 他出來報告 然後其中包括九十三個兒童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俄羅斯是看到 因為那個 那兩個共和國只佔了三分之一的面積 他並沒有全境控制 那結果烏軍衝進來開始屠殺 所以俄羅斯是衝觸上陣 那結果就立刻宣布他們獨立 然後跟他建交 簽了互助友好條約 烏軍屠殺 對 所以他們在說他們是 防衛 他說他用違和 你忘記了嗎 他說他越境違和 那結果他為了違和 卻 就既然已經開打了 所以他就決定也同時打奧德賽 就是海軍基地 然後還有把空軍基地都制服 然後去打基輔 基輔事實上是隔了兩天之後 不過就是說 因為本來他成了那兩個共和國 那大家都覺得這個比較合理 可以理解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烏冬的爭端 可是他怎麼會再隔一天之後 就突然之間打那麼多地方 坦白講我自己也沒想到 沒有準備好不可能 我也沒有想到 所以我昨天就看到 盾內資格開始提出 說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邊死傷慘重 而且就是在這段期間發生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俄羅斯當然也開始幫自己編故事了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死傷絕對是被嚴重低估 你去想一想 俄羅斯為了要摧毀 他們的空軍基地跟雷達戰 那難道裡面都沒人嗎 對不對 我就看到一個報道 說他去佔領一個機場的時候 不是基輔這邊 另外一個地方的機場 基輔西南方 他說光是佔領那個機場 他去炸那個大樓就死了兩百人 可是那個都沒有報 就是烏克蘭現在報的死傷 都是平民的死傷 可是有一些是軍職 我認為軍人的死傷是遠超過 遠超過 俄羅斯也有死傷 因為烏克蘭的內政部也出來報告了 說他們已經摧毀了 這個坦白講我真的 我真的打個問號 因為我跟預防兄一樣 因為沒有看到長海你知道 他說他已經摧毀了一百零二輛坦克 然後兩百 兩百五十輛裝甲車 我覺得烏克蘭內務部這樣講 可是因為你如果真的有 你會秀出一些長海吧 就表示你有戰果對不對 而且預防兄剛剛講的一點 我也蠻同意的 就是你真的很少看到武裝部隊在交戰 反而是看到了老百姓在巡接你知道 然後基輔那些老百姓都是志願軍 都是老百姓 然後CNN也是在採訪 都是老百姓 然後他們發武器給民眾 所以這裡就給我一種感覺 就是說 他可能就是要搞臭普京的民生 就你來搞基輔 那我的民眾每個人都很恨 所以就跟你們直接打城市巷戰 那這個就會死傷慘重 那死傷慘重 人家一看就你殺老百姓啊 你殺老百姓啊 那你如果是軍隊交戰 坦白講軍隊的交戰那種場合 攝影機比較拍不到啦 可是民眾的交戰 是很容易看到的 那你會看到 腳踏車被炸飛啊 而且家人會出來嘛 會哭啊 護天搶地等等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因為Zelensky人已經離開基輔了 他已經躲到烏西去了 所以也談不上斬首了 他說他死守首都耶 沒有啦 他已經離開了啦 他只是沒有離開烏克蘭 他應該是躲在烏西了 因為目前形勢太混亂了 因為對普丁來講 他只要把他殺掉就好了 所以我就換一個虧也上來 那不就已經控制烏克蘭的政局對不對 所以美國無論如何是會保護 折倫斯基的啦 那個指揮中心是一定會存在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普丁現在也搞不定 他的目標到底要畫在哪條線上 因為如果你只是要求不加入北約 那烏克蘭你給我中立化 這個折倫斯基已經說可以談 對不對 那那兩個共和國的獨立 他要不要堅持 因為這個烏克蘭面子會掛不住 更可怕的是 他是不是連奧德賽的軍都不撤 那這個連歐美都不能接受 因為你那兩個共和國獨立 歐美還有灰色地帶 因為那兩個地方 確實多數都是俄羅斯人 可是你如果要趁機 把人家奧德賽都站著不撤 這事情就大條了 這個是指國際的部分 那更麻煩的是 普丁講了一個話叫去納粹話 是 所以你到底指的是誰啊 就是說 一定他一定是指說 折倫斯基裡面有一些 右翼的極端分子 打壓我們俄羅斯的人 打壓我們俄羅斯的人 或者是根本就是兇手 因為他 我跟你講俄羅斯的情報單位 一定有證據 一定有個黑名單 他一定是說這些人要送司法 要整肅 或者要下台 那這個等於就是 你要逼折倫斯基做政權改組 或者是要做我們所謂的 那個整肅的審判 那這個折倫斯基有辦法答應嗎 承諾嗎 你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複雜話是在這裡 然後普丁還講了另外一個訴求 叫去軍事化 這個意思事實上就是 要求烏克蘭不能夠 百攻擊性的中程飛彈 還有發展核彈 因為烏克蘭是有這種能力 美國不要再給他們武器 而且烏克蘭是有這種能力的國家 你不要小看他 所以他顯然是要求 有某種核實機制 那這個烏克蘭能答應嗎 所以這個談判 其實真的不要把這個事情看得太簡單 即使有談判 因為現在明士哥願意提供 那我也看到土耳其 什麼匈牙利都願意提供 可以來到這裡談 對 可是這個剛開始談 距離有結果還很遙遠 因為議題真的是難度很高